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00年前到20万年前吃些什么 但是这个结果虽然时间很漫长 但是确实是比较单调 这个回忆是非常痛苦的朋友们 就至今为止你想一想 我现在想起来上次吃的这个东西不可以 尤其是烧烤的部分 没有盐我可以接受 一个新疆人烧烤没有孜然 是抽取了灵魂的 到现在想到那个蚂蚂 太怕 后来加了盐也不行 也不行 只要是蚂蚂就不行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胡老师拿吃了那一碗 孔子喝过的粥 腹皮 对 就是腹皮太重 太厚了 有点拉嗓 那我们已经是尽可能地 比那个时候好得多得多了 那个时候吃得还要更难受一些 对 胡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人类肯定是对待食物 有一个掌握主动权的一个过程 就是我们有了一个选择权 那到底是在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 可以说是发生了这样的转变呢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类的一个 活 完来的农耕 这对人类的历史当时影响巨大 也就是二三百年前 或两百年到四百年 我要问胡老师一个特别有深度的问题 就是从上一期 我们从二十万年一直到两千年 这样的一个区间 它食物其实是越来越好吃的 所以说我要问您一个深刻的问题 我们这一期的食物会好吃一点吗 是上几道菜呢 从两千年到三四百年 二三百年还是有进步 但依然很缓慢 进步有限 进步有限 可以了 你想太好吃的话呢 还得再等等 那今天还是尽可能努力地 带来了比孔子 吃得要好吃一点的食物 就是人类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要求 不仅吃饱 而且要吃好 人类也食 好 看看 第一道菜您也带了是吧 带来了 还得麻烦 没问题 来 还不 吃这件事上对我来说没有麻烦 主要是你那个区位优势 太适合上菜了 来吧 看来胡老师您依然是让我们猜一猜了 肯定的 这是那个时代 200到400或者300到300年前左右 对人类也对是中国中华民族意义重大的食物 你们猜一下是什么 可能是什么 没味儿 不是肉吗 意义重大不应该是肉吗 我们吃到肉生活就幸福了呀 没有 七月没闻出来有肉味 对 胡老师您了解我了 对对对 然后所以海波嘉宁你能试试吗 因为胡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是意义重大 而不是说好吃 什么时代意义重大 营养是不是很关键 所以我猜应该是两样东西吧 牛奶或者鲸鱼 一个补充奶 一个下奶 这是何时肉迷的思维 也有一定道理 开玩笑 也有一定道理 也有道理 但牛奶确实让中国人长高了 这是真的 不过这是近现代的事情 对 来 我们揭秘吧 胡老师 揭秘吧 红薯 玉米 土豆 红薯 胡老师我不满意 玉米 我不太满意 土豆 为什么它意义重大 它也不是无骨 我告诉你 这个是三个材料的食材 都是来自于南美洲 南美洲 咱们可以讲一下它们的别名 这样可能大家理解一下会更容易 这叫羊玉 羊玉 三连水 羊 西洋 这个呢 这个名字就多了 比如说地瓜 班薯 咱们上期也说了 就说班是来南方登陆的 包固棒子中间那个 羊玉是比较近的 对 接着说 玉米 玉米的祖先 叫墨西哥类叔叔 墨西哥类叔叔 在有些地方它还叫玉鼠鼠 其实 不是所有地方都叫玉米的 现在很多地方还管它叫玉鼠鼠 我们叫包固 这三个材料 也引入了欧洲 也造成了人口的增长 第一 这三种材料的抗逆性特别好 比如抗汗 逆境 抗汗 抗虫 抗病 然后种的什么样的条件下 适应性广 适应性广 没那么精贵 胡老师 我们知道就是古代所说的 五骨之中的素 小米 它的这个抗汗性各方面也很强 为什么就没有它们这么能普遍种 这就是它们的第二个优点 第二个优点 那个小米的骨子产量太低 这三个产量很高 你像现在 我们就是现在当今 光这个马铃薯 我们国家大概产量 1.3亿吨 一亩地 搞几千斤没问题 这红薯也是一样 玉米的话 一吨没问题 差不多 你小米的话 二百斤三百斤 顶了天 带你们新疆 对 新疆 陕北 农流是五家渠 五家渠那我们去测产 最高的 这就是六百来产 六百斤 量产是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你们想这要跟水稻比 水稻都得是水田 好的田才能种稻子 第二个意义它就是说产量高 第三个它淀粉很丰富 所以淀粉是我们能量物质最大的 糖 对 糖 瘦路 当然了它也同样含有 比如说我们玉米油 玉米配油 它的脂肪含量也还是不错的 蛋白含量也还可以 像这个维生素C含量也不错 比苹果高得多 还是有一定营养价值 对 所以我们说 整个清朝人口快速增长 拜托这三大步众 那他们三个没进来之前 水稻和小麦能养活中国人吗 吃得饱吗 难 难 尤其天灾还有人祸 而且那不好种 这个天灾的时候还好点 干旱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从唐代到明清 其实中国的土地面积 没有说增长那么多 但是母产量又增高了 所以说单位土地能够供养人的 这样的有效率也提升了 营养也不差 营养也不差 但淀粉也多 对 所以他对当时那个时代来说 直白地说就是养活了很多人 对 能吃饱就已经很幸福了 而且这三样东西说实话 它真的也挺好吃的 烹饪方式也很多 胡老师的表情并不是很好看 胡老师师傅年轻的时候 净吃这些东西 吃伤了 吃伤了 所以我想给所有正在看电视节目的农民朋友说 如果你们家是种土豆的 种玉米的 种红薯白薯的 便觉得说 我种这个东西不重要 很重要 就你们除了粮食之外 这些东西真的能保证一个国家 甚至一个地区 养活了太多人了 对 养活了太多人了 这三样东西都是从南美洲来的 那是怎么就来到中国了呢 一个是 那个时期我们稍微有一些小小开放 人口的增长 那么拜托人类的一件事情 最伟大的 也就是四百年前左右的 大航海时代 比如说这个 我们经常讲的 哥伦布尔发现新大陆 然后发现了南美洲 等等吧 这个时候我们整个 这个欧亚非的大陆上 主要是欧洲和 它是大西洋传 到美洲 进行了交换 其实我们亚洲的 包括苹果 鸡也去了美洲 就是整个全球 在人类的四百年前的 左右的这个大航海时代 是物种的大交换 对整个 除了我们中国 人类也是快速增长的一个 伟大时代 如果我们说四百年前的 那次的航海时代 可能中国在里面参与的 这个角色并不是很重 但是稍微再往前一点 郑河下西洋 其实我们也是航海的先驱者 郑河下西洋的时候 应该也带回来了 不少有趣的东西 郑河下西洋 应该比哥伦布要早 将近一百年 这个好像我一边没记错的话 九十来年这个样子 接近一百年 我们大概 哥伦布就三条船 我们郑河第一次出海 应该将近三百艘船 所以我们的航海技术各方面 包括造船技术 以及我们宁陶 这个的一些 其他方面的技术的话 支撑了多次航海 我们很可能就引领了 人类的大航海时代 为什么说 比它早一百年 将近我们的郑河 带着三百的船队去 其实的话 三百所船的船队去的话 现在看的话 大概有两个食材 一年了船上长期航行 一 我们能有一道菜是一定有的 宋朝就有了 发豆芽 我们自己在家也发嘛 你们今天吃的豆芽 黄豆芽 绿豆芽 我们自己也发 大家一定也发 郑河的船队 是大量地携带黄豆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郑河的舰队里面 携带了很多的瓷器 这个瓷器在海洋运输的时候 它那缝隙晃来晃去的 会有颠簸 它很容易碎 需要用黄豆冲水 来把这些缝隙给填充 跟泡沫一样 对 这是一个 你再想想我们唐朝 陆语写了一本书 茶经 茶 中国人喜欢喝茶 船员们 船长们 茶我们现在是 茶里边也含有 很好的维生素水 而且茶多芬也有 所以我们败这两个之错 我们的船队 比哥伦布等西方的船队出海 包括阿拉伯人 这个坏食品质 几乎没有 胡老师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大航海时代上 比如说在那艘 前往美洲的船上 哥伦布 吃什么呢 吃面 哥伦布 来呀 这个麦基伦船上吃什么 就大家如果了解历史 包括大家肯定都知道 败血病嘛 就是因为在航海的过程当中 船员几个月半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吃不到维生素 然后血液缺乏 然后就得病 然后大批死亡 就是一个维生素的问题 解决不了 确确实实的船上吃什么 我还真准备了一下 但是不是百分百的 还原 那个还原 但意思在 因素在 好吃 还得麻烦你 我还是稀残的 端一下 不好吃我都不想端了 可以端 来了 来 这是哪艘船上的 不知道 先闻吧 一样先闻 二位 还挺香的 这次真的还可以 七月 你这鼻子这么零 百分百有肉 这是有可能是 法国拿破仑海军的船队 就是你 您给提示一下 就吃这个 会有助于防止 换血病吗 有 还是有 有 因为我闻到了 一个我非常熟悉的 蔬菜的味道 维C的味道 嘉宁闻出来 是什么了吗 其实已经飘出去了 对 这个味道真的 对 嘉宁做饭吗 新疆到处都重 我做饭 我厨艺相当好 那你应该能闻出来 是哪一个蔬菜的味道 西红柿吗 对 对嘛 等一下 那西红柿会救什么呢 西红柿肯定救牛腩 好吧 就西红柿要不就鸡蛋 要不就牛腩 你们只猜到这一个 对吗 我刚看了 里面不只一个 还有 这两道菜吗 对 两道菜 第二个知道吗 那不知道 因为西红柿太窜了 来 桃 桃 桃 欧洲他们的航海 吃得也很不错了 这又是肉 又是西红柿 还有饭后水果 这个西方在 研究这个坏死病的话 大概用了两个世纪 前后 所以就解密解密 就是最后才发现 哎呀 一上岸 怎么吃点菜就行了 或者吃点什么柠檬啊 或者吃个橘子啊 过两天就好了 一上船 过个半个月 又开始完蛋了 后来逐渐最后锁定了 是维生素C 但是最重要的是 开发了一件事 从英国的海军 法国的海军 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 就规定 出海的时候 必须带柠檬或橘子 配备的是 每人每天 一到两个 不会坏吗 对 这个问题就来了 不会坏吗 一定会坏 好一个礼拜就坏了 软了呀 怎么办呢 在一八零九年前后 法国 让法国政府 为了支持 拿破仑的船队 去打英国军队 就悬赏 谁能把食品保存的 供我军用 我给一万两千法劳 由法国政府给 那东北人早解决这个问题了 腌的也好 对不对 哎呀妈 东北人的腌菜老乡了 还一百张酸菜 一百张酸菜是吗 对啊 那水果怎么办 这的确是个问题 水果 不能腌吧 很难吧 你看就像 罐头 罐头 就是由于一个大厨 发明了罐头 这个到处都有现在 黄桃罐头 还有这种 水的发展 我爱吃 是吗 这叫玻璃瓶 马口铁 这也是玻璃瓶 这是熏红柿酱 是吧 这是烫水黄桃 我是真的非常喜欢吃 水果罐头 因为小的时候 只要一发烧 就会吃到水果罐头 所以特别喜欢发烧 是吗 你们说着 我给大家开着 就是导致我觉得 就是很珍贵 因为等身体到极限了 才能给你吃一份水果罐头 你知道 阿威尔的话 作为这个 1809年 19数据初 那时候有玻璃 然后呢 作为一个厨师 他愣能够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把水果或肉 动物植物或蔬菜 放进一个玻璃瓶里 然后在这儿的话 做一个软的盖子 可以卡扣的 先不卡 然后呢 有一斤重量 就给它放到水 淹没到这儿的 热水当中 开始煮 它还是隔水炖的 隔水炖 那么炖多长时间呢 这个大概要炖三天 72小时 怎么会那么久 它的实验它得试啊 炖完以后 能不能放得住啊 然后像这个水果 它发现 不用炖那么长时间 最后的话 就开发出 人类历史上 保存食物除了盐 对吧 盐 盐 干燥 干燥 这都是几千年 三万年风干 还有熏 烟熏 火燎的 它也是慢慢尝试出来的 还有糖质 它的容器就是玻璃是吗 当时有金属容器吗 那个时候金属还太金贵 等它之后 金属得当炮弹用了 我们现在吃到了 这个黄桃罐头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 黄桃罐头 加宁你看远方的那个灯塔 大概还有多少海里 太平洋的中间 对 我们一边挡着希望的双脚 一边在吃这个黄桃罐头 我们吃下这个黄桃罐头 就能发现新大陆了 所以我们现在吃的这个 就真的是当时 船员们在这个船上会吃的 提法是西方船员 很重要的 包括说以后期的英国军队 和这个西方的海军 很重要的一个食材 他们当时的罐头 有防腐剂吗 没有没有 没有防腐剂 当然没有 对那时候没有发明吧 就是啊 好像很多人 都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一说到罐头 马上就是和防腐剂有关 不说是鲜的 还是鲜的 你可以看看我们自己做的 防腐剂 您为什么觉得这个 为何要自己做不满吃吃啊 自己做商量 而且说 咋说呢 你买这一片 它有防腐剂 它那个总是来说 就得搁这个防腐剂吧 不搁防腐剂不是就坏了吗 防腐剂对人有好处吗 对人身体都没有好处 现在你选的水果 落的是谁还买那个去 它那有天天地 有那个 那叫那叫那叫什么呢 防腐剂 防腐剂 觉得有那些东西 所以不好 不好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其实不让维生物生长 但维生物还在 这个就是把它放进以后 靠热力 把所有的维生物杀死了 然后一分盖 为什么需要 防腐剂呢 现在的罐头没有防腐剂吗 更没有了 更不需要 更没有了 怎么讲 不用防腐剂吗 所以你去想 阿贝尔在那煮这个罐头的时候 它是肯定不需要放防腐剂的 所以有一个基本的原理 就是1809年到最后 阿贝尔拿到 一万两千法郎这个奖金 他真拿到了 就开创了一个罐头的时代 二百多年过去了 这个罐头跟我们息息相关 其实 你像这样的很多的软包装 我们也叫罐头 软包装 软罐头 还有那种大刷袋的 各种各样的形式的 都可以成为罐头 您提示我了 其实就是人类革新了 自己保存食物的方法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你看我们古时候 用盐盐保存食物 好咸好咸的 还有烟熏 烟熏 干燥 还有糖质 糖质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其实不让微生物生长 但微生物还在 抑制 对 抑制 那干了没水了 那微生物长不了 对 太盐了 微生物的水分都吸走了 水分是像 从高水分 向低水分 倒 吸水 所以吸到它 最后抽不了 那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把它放进以后 靠热力 把所有的微生物杀死了 然后一封盖 为什么需要防腐剂呢 也就说白了 像水果这样的 番茄这样的 只要把pH酸度调到 4.6以下 80度到90度 杀到20分钟 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了 但是牙包没死 就是它种子没死 它不要紧 由于pH酸性的 它就不会长 只要不会长就不坏 然后肉就不行了 因为它pH的话 你不要调到4.6以下 那变成酸肉了 没法吃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阿贝尔煮三天 三夜 72小时 今天不用了 今天用121度 就能有效地杀死 三分钟 达到121度 现在这个 所有的微生物 连牙包也死了 所以这个观众 你要是说不吃的话 扔在那儿的话 10年都没问题 不会变 因为里面没有造成 食物腐败的东西 微生物都死了 明白了 所以既然微生物都死了 我何必花钱 往里边加防护金 灵魂的考问 我不想成那儿成问 是不是 都做生意的 多难呢 我们今天呢 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道具 大家可以试验一下 究竟怎么做 在自己家里 可以完成罐头这件事 其实是这样的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好的好的 半年凉 对 半年菜 当家菜 那么夏天的时候呢 我的下人 其实当然你 自然可能是 你们这些人 那是说不定 什么 什么 我来给大家 反正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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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拿破仑最后给了12000法郎阿贝尔的钱那个罐头 48小时到72小时热水里边煮 我们以肉为例 肉的脂肪基本上没变 肉的蛋白也基本上没变 这两个最重要的能量物质提供给海军 就够了 不是很好吗 对 维生素的话 我们以番茄为例 番茄里边假设我们说维生素C的话 那可以肯定 基本上没了 基本上没了 那怎么样解决 维生素C 维生素C 维生素C没了 这有点麻烦 不就是维C管 坏线那些事的吗 对 等于说 所以的话呢 没有解决这问题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没了 比如说橙汁 对 我们先是吃鲜果 最后变成橙汁 橙汁的杀菌的温度 可以进一步渐定 橙子柠檬的维C含量非常高 番茄并不高 非常高 大概有每百克有上百毫克 所以你不会把它全上完 所以保留那部分 百分之十到二十的话 够了 足够了 虽然番茄的维C 由于含量跌 它基本上一进 或者说 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但是 番茄里边的 番茄红树很重要 它保留百分之百几乎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 我们不能什么都要 我们要它保持鸡肠 就肯定会损耗一股东西 但最主要的 可以保留下来 由于每种食材的 不同的营养素的 不同的作用 我们可以把它组合起来 这形成都不缺 食物多样性也很重要 对呀 胡老师您看 如果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来看 在大航海时代 船上有罐头这件事 它为什么就这么重要呢 罐头在整个这样的一个 二百多年不败之地 到今天 依然全世界的罐头 是重要的食材的保存方式 各国的军队 几乎都是罐头 作为重要的食材保存 大概两到五年的战略储备 都是罐头 那您觉得 这个船上的罐头 跟两百多年之后 发生的那场工业革命 会不会有关联 关联也是非常非常的 我就很好奇 工业革命 为什么能说到 是吃什么的革命呢 老觉得是工业 工业 工业 跟农业没关是吧 这个图显然 让人没有什么胃口 就是很难跟吃什么 去联系到 这就是二百多年前的伦敦 太武士河 比喻做的 所以你也不要很强 在这水里 让人没有看 儿子河 也就觉得 再그려 你又对 我们有加 我们有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几十亿人的生存 吃饱问题 很多人可以吃饱了 产量大幅地提升 自然能够合成蛋肥的 只有两种 三种方式 第一 闪电 一个电打下来 我们把空气当中的 79%的蛋 气高温 来一点蛋 等闪电 高温 高压 高电厂 主要高温 闪电 第二个的话就是豆壳植物 又提到豆了吗 豆壳植物 我们的大豆 它里边有根溜菌 勾伦菌能固蛋 不是 有固蛋菌 在根里边有固蛋菌 把蛋给固定住 主要种豆 豆 这是跟我们老祖先 那种方式 但是还是不行 那么第三种 自然能够产生的 你们猜猜 自然能够产生的 对 那应该就是 你们都参与了 粪肥嘛 粪殿 粪殿 就是那个农村的找戏吃 就一闻就了 对啊 农家肥 农家肥里边 一个很重要的 鸡粪 牛粪 猪粪 人粪 但刚才听这意思 好像就是 不管什么肥 农家的 绿色的 什么肥 其实都是鸩呗 都是鸩和蛋 这个意思吧 最后的话 都是靠蛋 蛋元 我们叫做蛋元 就像刚刚佳宁说的一样 几十年前 甚至百年前 我们觉得这个化肥 是个好东西 是因为它能够解决产量 但是现在久而久之 从当下的时代来看 化肥还是个好东西吗 它绿色健康吗 依然是一个 不可替代 极其重要的好东西 所以只要正常 合理使用是没事的 没有任何问题 从上一期开始到这一期 一直在讨论 从二十万年前开始讲解 人类从采摘到定居了 鱼链 定居了之后 开始有了农业的雏形 对不对 开始种地 然后 养鸡 养猪 什么武术 武果 都开始了 然后再到 再接下来 我们说最重要的时代 应该就是工业革命时代 给人类带来的一个重大的变化了 物种大量的增加 产量大量的提升 养活了整个地球上 几十亿的人口 你看咱们两百多年前 就已经解决了 这个吃饱的问题了 但是呢 还是在吃好的问题上 我们要继续来探讨 在建国初期 其实也算不上是吃得很好 当然跟现在比是比不了 那个时候吃什么呢 我们以前的时候 中间就是大白菜土豆 胡萝卜 白萝卜 以大白菜为主 土豆 哪有什么菜 那过去那过苦日的那个 都是现在都是 跟年轻人比不一样了 最佳种的萝卜 白菜 就是那是白菜 那点的话真是没事 年轻的时候 这时候上哪吃呀白菜 吃野菜 吃酒糟 柳树叶 杨树叶都吃 田井那把树叶都挪进 过去都说 康菜半年凉 康菜 顶半年凉是吗 建国初期的话呢 应该叫做百倍担心 在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边 萝卜 白菜肯定是当家菜 当然我们百倍担心以后 后边接着康美人潮 三年自然在海 那么等我祭祀的时候 都不好过那时候 真的我就 真的是红薯吃伤了 在这之前我再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我还真带了 什么宝贝啊这是 你们没见过 当年在我手里边的话 那绝对是宝贝 粮票 粮票 来 一人一张 我要那个面额最大的 不敢摸 这个很新呢 有全国粮票 也有地方粮票 我这是 我这个厉害 来 嘉宁你那是什么粮票 我这个应该是面额最小的 多少 一是两 两啊 对 一两 一两 这是河北省的粮票 你是全国粮票还是地方粮票 地方粮票 地方的 河北省的 你们都不行 朋友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 全国通用粮票 三十斤 三斤还是三十斤 三十斤 三十斤 我一跳没那么高的 三十斤 全国粮票五十斤 五十斤 好了 我输了 感觉像打牌一样 几个人 那么我1978年上大学 给我的定量 男生在武汉 您先猜猜吧 海博你先猜猜 分多少什么 男生的定量 那计划经济的话 按照你自己的 对 不能搞 让我想一想 计划配几次 计划配几次 十七岁不到上大学 正长身体呢 没这么高 那我就不按高了算 你看我们现在 一碗米饭 蒸过之后 吸了水分之后 二百多克 一天两碗米饭 一天一斤 这就顶破天了 我觉得那时候 如果一个月 能分上二十多斤 就已经很厉害了 不可能够吃吧 因为当时肉少 油水少 也就是说 我需要吃大量的主食 您当时能吃多少 霍老师 我最高纪录的话 一顿吃了二十二个包子 二十二个包子 一个包子 一两 这么大 我还记得 我舅舅给我讲过 他一顿吃八十个元宵 馒头 我现在 大家看得出来 我这张脸 肯定是能吃的 但是我这么大一个馒头 白面馒头 一个我就顶了 当时您一位男士 或者女士 能分到多少 我先不回答你 这是我的隐私 我让你看到 初破脑伤痛了是吗 我当年的话 分的那个粮食是多少斤 带了 三十二斤 三十二 一月三十二斤 三十二斤不够吃吗 我觉得七月这一袋 就够你了吧 那不是这样的 也就是平均 我这三袋都不需要 我不吃主食 只有肉就够了 这样看起来就更直观了 这够了呀 这不止三十二斤 我们按三十二斤米 你想都不用想 来 当年给我的量 上大学的时候 一个月 一个月 这够吃吧 绝对够了 三十二斤米 怎么能不够吃啊 胡老师 现在年轻人 假如说 买一袋十公斤的大米 放在家里面 半年吧 然后我们还要有个 一个全体是吧 就是说上大学的时候 我们三十二斤定量 从那三十二斤粮食以外 你一个月 只有一斤肉 一个月 一斤肉啊 觉得太少 一个月 半斤油 墨油鸡蛋 刚才我们在这说 没有牛奶 我们两个月吃不了十斤米 但是我们一个月 得吃三十斤肉啊 就差不多真是这个样 五十斤吧 五十斤 他刚够 你吃的五四斤肉 是什么肉 其实什么肉都有 算上海鲜 牛羊肉什么的 这恐怕是有了 那如果你要吃牛肉的话呢 那肉的话 最少也得用七斤粮食换回它 七斤粮食换回它 那是一斤牛肉 转化 转化率 为什么 什么意思 就是让那个牛能够长出肉的话 你得喂一下粮食 哦 是这么划算 是这个没一个划 我以为是拿七斤粮食去找粮站换肉 不是这个意思 你得喂牛啊 哇 所以如果你吃的是猪肉五四斤的话呢 那就是五五二十五斤粮食 喂下去 才能吃到那五斤猪肉 鸡也一样啊 也是要喂粮食的 对 想不想知道我当时的胃口有多大 有多大 所以最后十天的话 就没得吃了 饿着 白饿 想办法 你说女孩会给自己特别心爱的男孩 留一点说我不吃了你拿去吗 这种情况存在 存在 您碰到过吗 目前好像没想起来 早上俩馒头四两 二两粥六两 只有 一到三分钱的咸菜 没别的 中午 审一审 不能吃太狠 半斤 米饭 晚上因为我是运动队的 我跳高可以跳过我的身高 过一米八 我身高不到一米八 我也是笑篮球队的 所以运动完了以后 基本上前心 后背 是啊 我就跟我的同学再试试 我说跟我打六两半 你们算出来吧 六两加六两加半斤 六两加六两 这不都是半斤吗 到了月底之后就不够吃了 一斤七两 一斤七两一天的话 十天就十七斤 十七斤 二十天的话 三十二斤 还差两斤 倒不够吃了 所以最后十天的话 就没得吃了 饿宅饿 想办法 我猜一猜 怎么办 想办法 像那些漂亮的女生 药他们没吃完的 女生是多少斤啊 女生二十八斤 二十八斤 像你在不吃的话 把一个月都留下了 就都便宜胡老师了 那时候女孩 会给自己特别心爱的男孩 留一点说 我不吃了你拿去吗 这种情况存在 存在 您碰到过吗 目前好像没想起来 其实有很多的家里面的男士 壮劳力 省给家人一口口粮 这是一种很大的浪漫 在那个时代 自己省一点 就是家里边考虑到 你在长身体 会父母会省一些两项 真的很为大 寒暑假回去的时候 都里边都会给一些全国粮票 我们刚刚其实用开玩笑 这种口吻去调侃 但其实当时那个时代 不要说吃饱 能不饿 就是一件比较幸福的事情了 我记得当时 有一位美国作家布朗 他提出一个问题 就70年代的时候 说谁来养活中国人 这个非常非常尖锐地提出来的 如果站在那个年代的角度 我记得是回答的时间 好像是在1979年前后 非常明确的高调 不用你们吵析 我们中国人可以养活自己 当时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有这种事吗 有 太有了 不会相信 你们中国人那么多 怎么养活呀 所以我们不是当时给答案的 是用几十年的时间 来给一份答案 对 这几十年的时间 我觉得今天去评价的话 这四十年改革开放 最伟大的中华民族给的工程 就是养活了13多亿人 从吃饱到吃好 到吃的营养健康安全 回答了70年代末 他们的提问 你们是被谁去养活 你知道吗 我们是用了世界耕地 不到10%的耕地面 全球的耕地面 养活了将近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这四十年 食物的三句跳 从吃饱到吃好 到今天的吃营养 吃健康 最应该感谢的 就是我们广大的农民族 是 对 这背后有非常重要的 萌业科研力量 但是所有的科研 所有的想法和 他们也去落地 对 如果没有此时此刻 正在看节目这些农民朋友 去落地 去实施 去踏踏实实地 扎在地里面 干这些事情 我们不可能做到 养活十四亿中国人 我们要向你们说一声 谢谢 因为有你们 我们在吃得饱和吃得好 这条路上 可以走得踏实和安心 是 必须感谢 我们要学会感恩 第二个 要感恩食物 我们真爱食物 就是真爱自己的生命 其实 吃什么 永远在路上 其实还有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在 九十年代之前 咱们中国人的三高 糖尿病什么 都特别少 对 但是 但是到了现在 就不一样了 很常见了 已经 你看咱们四个人当中 就有一高了 我 我 我 如果这么大 其实你还可以 只是上镜的时候 看起来稍微 本人还是很匀撑 我按这个体型 这么发展下去 再过二三十年 我是很容易 换三高的人群 但是我会减肥胖 没事 就是这个意思 你想一想 二十万年前 胡老师说了 要三千多亩地 才能养活一个人 对 每天要奔跑 十五公里以后 才能获得你 一天的能量 我跑五公里 都累死了 所以这个 七月谈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 1993年取消粮票 完成吃饱的问题 到1999年 完成了吃丰富的问题 但是很遗憾 短短从吃饱 到今天 二十多年过去 我们以一个指标来看 1992到93年度的 大概 糖尿病的患者 我们全中国 只有 一千多万 不大两千 就是典型的富贵病 富贵病 富贵病 首先是 吃得好 不营养是一个很重要的 特别是二型糖尿病 那么 据最可靠的 大概的数据 2019年 也就是20多年之后 我们接近 1.3亿人的糖尿病 多少 1.3亿 吃出来的病 不是 我是觉得说 真的是 没想到 那个时候 接近十亿人 93年 只有一千多万人 糖尿病 今天我们13亿人 1.3亿 1.3亿 我们糖尿病的话 全球的糖尿病里边 四个里边 有一个中国人 这是糖尿病 肥胖的话 我们短短二十年 已经超过 整个欧洲的肥胖率了 我们的肥胖率 比率都已经超过欧洲了 超过欧洲了 所以其实是 非常可怕的 那么 也就是说 我们怎么吃 或者叫做 吃什么 每一天 是应该 很好的 拷问我们 每一个人了 这又变成 一个新的课题了 吃什么 又有了新的含义 对 新的含义 就是 应该是 更加科学合理 营养健康 所以说 现在咱们 又把珍稀粮食 这四个字 放在咱们的餐桌上了 我觉得 绝对不仅仅是 珍稀粮食本身 也是珍稀生命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现在可能有点 很难理解 但是其实 反过来说的话 你就可以马上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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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所以虽然现在我们的科技进步了 很多粮食生产没有原来那么辛苦了 更加便捷了 但是这不意味着 这些便捷而来的粮食 就可以不被珍惜 这是很重要的 难以想象的 就这个换算方法 是我们很多人都想象不到的 我们想象不到的 那现在的话 我们粮食是6亿多吨 素菜7亿到8亿吨 五六千万吨的肉供应 都是我们农民生产的存在 在有限的土耕地资源条件下 把种业的技术进一步提高 产量单产提高 肥药技术控好 科学使用 节水技术快速发展 收获以后的减损大幅度提高 再加上我们公众 不浪费了食物 是的 我想我们15亿人左右的 在这样的一个资源条件下 完全还能回答好 谁来养活中国人 还是那句话 不用你们操心 习主席说了 饭碗长在我们自己手里 长粮于稷 科技的基地 长粮于地 可以不败之地 江山设计米食为天 也是设计之安慰 谢谢 谢谢胡老师 讲得太好了 太好了 其实我们这两期节目 你看从20万年前开始讲起 一直在捋农业和人类的发展 食物和人类的生存之间的关系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农业从根本上还是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的 而吃什么这个问题也一直都在影响着人类 但是到了今天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应该做什么 第一件事 还是回到珍惜粮食和敬畏粮食这件事上 我们还是要发自内心地去改变我们自己的观点 不是物质丰富 就可以去浪费 另外一点 科学饮食也是我们应该放在餐桌上 来实时讨论的一个话题 只有这两点我们都抓住了 才是真正理解了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好的 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也感谢大家收看大地讲堂系列节目 大地时谈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